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联合咪咕前方报导记者杨瑞奇 那么在刚刚呢是结束了竞技体操四个单项决赛的比拼 在自由操的单项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肖若藤是拿到了一枚铜牌 那么他的完成分也是全场最高的 在本次东京奥运会的征途上肖若藤是共出场了19次 并且没有一次出现失误 可以说他的稳定性和他的完成度 是他这一次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的绝佳妙招 那么在赛后的混彩当中他也提到过说 虽然这一次没有拿到很遗憾没有拿到金牌 但是他对自己的这次东京奥运会之理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在随后进行的安马决赛当中 孙伟是很遗憾的拿到了第八名的成绩 在赛后混彩当中孙伟也表示 因为在团体决赛当中自己的肘部是出现了一些拉伤 所以在今天的单向决赛当中是没有能够使上劲 也很遗憾出现了这个掉马的情况 那么他在这个我们的采访当中也表示 其实在首部出现了这样一个受伤的情况下 他曾经有过想要放弃的这样一些想法 但是又想到说这是自己的第一届奥运会 那么只要能站上奥运会的赛场上自己就是最棒的 那么他也珍惜每一次能够在奥运会当中的出场机会 所以今天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 我们也祝福这两位选手身上的伤病能够早日康复 再战巴黎 在随后进行的高低杠项目上 中国小花两位选手是一位范逸林是拿到了第七名的成绩 卢玉菲是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 虽然只有0.1分之差 但是卢玉菲今天的表现还是让我们非常值得称赞的 因为在赛前其实我们非常担心卢玉菲的状态 他在团体和个人全能决赛当中 在高低杠这个项目上都出现了掉幕的情况 在单向决赛开始之前 我们也非常担心他在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发挥非常稳定 虽然在中间连接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但是他非常及时的调整过来 也及时的将这个6.2的难度调整到了6.0 发挥也是非常完美 虽然最后只差0.1分无缘领奖台 但是他今天的表现值得称赞 那在范逸林这方面呢 他虽然在整个成绩的完成当中 是发挥还不错 但是很遗憾在最后的落地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晃动 坐在了地上 这也导致他最终拿到了第七名的成绩 但是小花们的奥运之旅并没有结束 我们也期待着后面的单向决赛 小花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挥 所以我们继续为他们加油 我们继续为他们加油 谢谢大家